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東西 就是關於這個流馬車 攬事業員 有網友 在Youtube留言給我 問我會不會講一下 流馬車去了日本 我就覺得很奇怪 流馬車去日本 那個癡線佬去旅行有什麼好說呢 之後 我就找了一些資料 上網搜尋一下流馬車去日本 有什麼特別 給我看到 有一個連登報告 這個連登報告 標題是這樣寫的 流馬車過了日本 準備要強姦嫁妹 然後我馬上明白網友說什麼 於是我按這個報告看看 這個報告 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它是說 看到一些似曾相識的畫面 就是流馬車的IG 跟一個嫁妹很開心 在自拍 在聊天 那些人就說 這個畫面 以前都曾經發生過 以前流馬車回去大陸玩的時候 跟國內的佳麗 都是這樣拍這些片 那些人就說 流馬車是否準備又要強姦 看到有很多連登的網民 或者一些連登的網友 就說 怕流馬車 就會重複那個loop 那是什麼loop呢 因為以前 他就很流行 在大陸玩 跟妹妹在自拍 跟小妹妹在拍照 控到好埋 頭貼頭 跟著又說話 音聲細氣 拍了一些片 就在混合國內的佳麗 後來就爆出一宗強姦案 執屍案 就是趁人家聚了 還是神智不清的時候 就捉了人家去屌 跟著又被警察拘捕了 在大陸那邊 就坐了兩年三年監的流馬車 現在流馬車在日本 又跟日本的妹妹 又在空頭空面 又在自拍 好像很興奮 那些人就說 他現在在日本 跟那些假妹相處的方式 就跟當年 跟國內的佳麗 那個畫面 就很接近 就似曾相識 所以那些年燈網友 就說笑 就說 擔心他又會衰老強 會不會又搞人家又強姦 會不會在日本那邊受把 有網民甚至乎說笑 就說不如翻譯一下流馬車 曾經做過的惡行 讓日本人知道 就不要糟糕 因為這樣的狀況 那這樣呢 有人說 就說 我見有些網友說得很好笑 就說 那你流馬車 現在在日本 有機會重蹈覆轍 跟那些假妹這樣 那樣搞法 對不對 還有我見到那些假妹 都樣子不是差的 即是你說是否很漂亮 就不是的 但始終 喂大哥 講日文 還要樣子都OK 又年輕 我們都擔心 馬車屌你會把持 有人就開玩笑 他是不是 想坐好多個地方 做這個監獄KOL 因為他現在 流馬車在香港有受過把 在國內 即是大陸 又有受過把 如果現在日本 再需多單的話 就坐在日本 是不是想做這個 世界監獄KOL 可以分享一下 為坐過這麼多個地方 可能說十年八載 每個地方坐一年 都坐十個國家 但是壞些什麼呢 沒理由去各個國家都衰老強 衰老強不會坐一年 有些地方 老強是判好乱重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個壯舉 坐好這麼多個地方的監獄 雖然說笑話這樣說 是一個壯舉 但其實都不希望有些受害者出現 我只能夠說 希望這一次 流馬車他 就吸收上一次 在國內坐牢的教訓 就不要見到那些女兒很正 就悉心起 就去強姦別人 喂你要食女兒沒問題的 正正經經 你追求別人 是不是 正正經經追求女兒 不一定要強姦 但可能有些網友就會說 喂 流馬車那樣的款頭 又白卡又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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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小看到他大 還有MMA格鬥技術在屯門的輕鐵站 MMA格鬥技術不會有看過 所以未必混合不到 因為日本女士不知多東西吃光她 可能見她傻傻傻傻傻,多有趣 可能吃到的,可能對她有些興趣 可能再加一點半推半就 可能覺得很有趣,馬車很有趣 也不奇怪 可能難說這些鹹魚青菜,各有所愛 好像那些鬼佬在自己本土 是垃圾廢物,但過到亞洲地區 那些人當她是神的拜 那些女兒幫她屁股 也有發生過這些事情 有時候很難說的 又或者不要說那麼噁心,不要說鬼佬 譬如我有些朋友 算不算是朋友呢? 不要說是朋友 我認識一個人 是女兒來的 她的樣子就很窄的 她的樣子就不行了 身形又是很大見 我會形容是等於三個我 是三個我這樣的身形 但那條女兒在香港當然沒有人騷擾她 在香港不受歡迎 一直讀中學 可能到大學 都是拍不到拖 嘩,她去到澳洲 那些尼泊爾仔 印度那些同胞 即他們那邊的同伴 印度人那些 嘩,多受歡迎 不斷悶仔 嘩,今天就跟這個尼泊爾拍照 嘩,那晚買一塊又打了Karen 然後明天呢 嘩,你想什麼就是印度 所以很難說 即是有些審美觀 或者我們覺得那些性格 那些東西 我們覺得,嘩,這個人瘋狂 或者覺得,嘩,嘩 嘩,嘩 但原來她去到尼泊爾 她是女神級 那你怎麼辦 所以這個世界是會發生這些事情的 所以馬車也是一樣 在香港 我們覺得她很狠狠 傻狂瘋狂 不會有女想喜歡她 被她吵 那些 但是 為她去到日本 可能那些女兒 不知那麼多事情 覺得她幾搞笑 可能被她搞定 所以馬車 未必一定是要強姦的 最好就不要強姦 我們接下來 看看她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我都不希望她重蹈覆轍 那 今集 關於這件事 分享就到這裡 都沒什麼特別 照舊 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